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在冬天的時候空氣濕度降低 很多人容易是喉嚨乾 甚至皮膚出現乾燥的問題 介紹一個潤肺和滋陰養癌的糖水給大家 加入木瓜是一個和壞的功效 兼且是一個舒筋活落的功效 雪耳也有潤肺的功效 淘膠有一個稱呼給它是平民燕窩 所以它是一個滋陰養癌的食材 有潤肺和可以清熱的功效 先將淘膠浸過夜 因為淘膠發大後可以發大十倍 所以份量不需要太多 然後再將雪耳浸泡大約兩個小時 之後再將木瓜切粒 將木瓜和雪耳都放入中間 去燉或煮 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最後十分鐘才加入淘膠和冰糖 淘膠就不會太容易融化了 Yahoo Yahoo Aa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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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a Aaah